在中国的接待也让他们很欢喜 很敬仰 那个接待不是几天的 一住都住好几个月 因为船的时候一定要看季后风 他出海的时候都是每年九月 九月这个风下的时候往南吹 从北望往南走 那回来的时候恰恰就下班 你一年只有这两次季后风翻船 所以这些人到中国来的时候 在中国居住至少要住半年 中国要招待这么多贵宾要招待半年 不是短时间的 原因再次提 所以以后大概是政府跟民间都想不要再干这个傻子了 这个事情是亏本的事情 不是赚钱 所以跟外国人的探险目标不相同 他们真的是建立殖民地 我们中国从来正和其次没有发展殖民地的 下面一个问题是正和下西洋的沉寂不被当时朝野所重视 但六百年后在今天国际舞台上就代表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 在英国上来说公余国到底哪个大 那在现在看来说它的公大 它的国小 为全世界展现的 那这是证明 这死实上做证明 事实做证明 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确确实实实对现在西方人常讲的中国威胁论 那这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绝对不会威胁别人 不会威胁其他国家民族 是个非常爱好和平的 这个是它有根 你要相信这个根 它的这个从小所教的就是爱的教育 不过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现在已经中断大概一百年 满清亡国之后到民国 民国初年还有 还重视 大概民国二十年之后 二十六年抗战 就整个社会打乱了 所以我小时候在家乡 住乡下 我十岁离开 从小那个十年 还受传统教育的训陶 那比我小个五六岁的 那就完全没有了 他们就没有受到这个教育 虽然是时间不长啊 但是这个五六年那个根呢 根很深 确实会影响一身 这就是中国从谚语所说的 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终身 这很有道理 如果不是那么样严格传统教育 那这两句话讲不通的 这两句话一定是在 这个中国伦理教育 才可以这样说法 因为中国教育开始 是小孩出生下来就开始教育 不是等他会说话 他出生三四天 他会看 他会听 那么就做父母的 最重要是做父母 大人在他面前 言谈举止都要端正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 他的印象是最深刻 所以从生下来的时候 给他最好的印象 都是正面的 绝对没有负面 都是善的 没有悟的 这样三年下来之后 那就根深蒂固 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 善悟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错的 他就有能力 所以说三岁看八十 根深蒂固 所以这个中国传统教育 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 你父母的责任太大了 特别是母亲的 那母亲真的是圣人的 不是凡人的 你家里会不会有人才出来 有没有善人出来 有没有圣人出来 完全是母亲的责任 我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现在这个家庭主妇称太太 为什么称太太 你要想到这个来源 你就知道了 太太是说 周朝开国 三位夫人 教养的儿孙 都是圣人 他们的名字 这三位夫人 第一位是太将 周文王的祖母 太将 他的母亲太任 他自己的夫人太四 自己夫人生的是五王 周公 孔子心目当中 最尊敬的就是周公 圣人 这三个做母亲的会教 真正认真负责 教自己的儿女 儿女都成为圣人 所以以后的时候 趁这个家庭主妇 趁太太 就是希望 你要学太将 太四 太任 家庭主妇要学她了 那不但是你家有福 全国的人有福 全世界人有福 所以教育儿女的时候 不是为自己家里 是为国家 为民族 为全世界 你想想看 这个任务都重 这个都有意义 所以这样的教育 在全世界 其他的国家民族 没有看到 不能说没有 少数 中国是多数 第六个问题是 三国时代 诸葛亮发明 牧牛牛马 以机械代替人工 表示中国的科技 至少在2000年前 已经发展 为什么不保留下来 立业大众 使得现在中国人 因科技文明不如西方 丧失民族自信心 这个丧失民族自信心 不在这个上面 而是什么 而是缩获了 中国传统教学 那么中国 实在讲 科学技术发展 非常之早 在上古时代 这大家都知道 指南针 火药 都是中国发明 在王满的时代 就有人发明 滑翔机 飞行 三国的时代 诸葛亮发明的 木牛牛马 机械化的运输 为什么统统毁掉 不留给后世 是不是他们的自私 丧出说不是的 他们真的是有学问 有见识 机械这个东西 科学技术的时候发明 如果不能跟 伦理 道德 互相配合 科学技术是有害的 如果中国人早发明的时候 不考虑 这些问题的话 大概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 早就毁灭了 这个主要知道 你现在看西方这个发展 你就要晓得了 你看科学技术不说别的 造成的公害 造成的污染 这种公害污染 就要人命 现在是没有地方没有毒 然后物都污染了